各位,這條影片我會同時放在正常的頻道和和Jackson讀《聖經》的頻道上 因為這個好明的和《聖經》有關 現在刑膏上出現有一個人訪問另一個人 那個被訪者自稱是一個牧師 Pastor 想參選密茲根州的州長 他說要將美國重新帶回基督教的教義之中 認為這是唯一可以前進的方向 他亦誤解認為美國的憲法是基於基督教 我們知道美國的憲法是故意寫明 宗教和政治不能混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作為想參選做一個州州長 竟然會有這個錯誤的概念 這個人說你是否想準備把《聖經》放入學校裏 他說我們國家一直以來《聖經》是最重要的獨本 當然要把《聖經》放入學校裏 那個人很明顯知道《聖經》裏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大問題的 於是他就順著問他第二句話 有什麼你不讓進入學校呢 這次試得很嚴重 他就說適情 適情不可以放入學校裏 適合適情 不過《聖經》裏有很多段非常適情 舉例有兩姐妹 就觀追他爸爸之後 和他爸爸發生性行為 那這個人算不算適情呢 大家看看這個人如何反應 有有的寫字 有的寫字 有的寫字 寫字 有的寫字 我去看 有的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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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消除 寫字 我們要捨自寫字 我們要把寫字 那些寫字 有寫字 寫字 有的寫字 真 因為 我們有寫字 有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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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真 真的 是 that's a good point you're saying ban the bible in school uh no i'm not saying ban the bible in school i i get where you're going with your questions right because it's because it's a you're saying anything that has a pornographic image should be banned and that there are some images in the bible about you know sex and incest and things like that so it sounds like you're saying we should ban the bible uh what i am saying is that the judeo-christian principles under which our country is founded need to be brought back into culture and i i can't say it any more clearly than that um that means ban the bible soviet the bible would not be banned from culture or from the schools i'm just saying the schools protect the kids no i 那么很明显这个题目它没得回答的因为在圣经里面的的确确是有一段经文 那麽大家看到了在创世纪那裏的那就是两个两姐妹特意灌醉她的老爸先是第一晚跟着我妹妹是第二晚她的老爸第一晚被女儿灌醉了 第二晚再被女儿灌醉了都不知道她是否有意罪的这些算不算是近亲呢 父女之间的父女之间发生性行为 然后还要生儿子 这个不是老爸要说的这是圣经的 你要拿一本圣经作为学校的教科书 你无论如何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很明显她面对不了这个问题 她只是说我认为圣经要回学校 不过是否那一段就剪了她 所有书的圣经那段就剪了她 那些学生会问这段剪了什么呢 在今天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查到 怎样做呢 很明显 就是宗教人士 确信了一个圣经是神迹是神社的 于是什么都不能改 但是这个几千年前的书 在今时今日来说 已经完全不适合了 但我仍然要把这本书放在学校上 祝他们的学校好运 是反应了 好 就是 这本书